饿也不瘦的两类人 但是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呢 没有饱腹感 你比如说蜂蜜啊 爆米花呀 可比克薯片呀 麻辣鸡吃啊 等等这些食物 就像还有那个蛋挞呀 肉松小杯呀 就这些食物 这些食物热量都很高 但是却没有一点饱腹感 也就是说你吃了没一会儿 你可能觉得想吃别的东西了 或者是又饿了之类的 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 是你吃这些东西是会上瘾的 你的嘴是会上瘾的 你会嘴很馋的 然后你一闲下来呢 你就会忍不住的想去吃点东西 导致不到饭点的时候 你就吃了很多你七七八八 高热量的食物 高热量的小零食 导致什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 自己也没吃什么饭呢 然后为什么自己还胖啊 或者是怎样一点也不瘦啊 我很饿 但是我还是不瘦 姐妹你很饿 不代表你没吃东西 不代表你的热量没够 你吃了很多一些热量贼高 但是营养各方面都不多的食物 就是所谓的那些高热量的零食 没有什么饱腹感的零食 你吃了太多 你不把它当做 你的热量的叠加 你把它们给忘了吗 那这个呢 是咱们说的第一类人啊 然后咱们说一下第二类人 靠极端节食 极端挨饿 瘦的这些人啊 每天呢 吃的极少的东西 一天也就是摄入个 100到300千卡左右吧 就这些人 你刚开始 你会觉得自己吊成哇哇的好 然后可能三天之后吧 你的吊成速度也慢了 或者有的人直接就不减了 或者是有的人坚持不住了 就这个情况下 有一批人呢 一看这个吊成速度都不吊了 心情贼拉不好 你想自己吃的贼拉少了 怎么还不吊秤 很委屈 那再加上你这段时间 什么什么都吃的不多 什么什么都几乎不吃的情况下 那你的情绪会一触即发 这个时候 你大部分的姐妹 就会选择去打吃一顿 或者是说不减辣 破完就怕摔了 自暴自弃了 打吃一顿呢 那一顿可能比平时的 一天的伙食 或者是两天的伙食都要多 然后他就一直在这种反复的过程当中 就一年吧 自己可能减了一百多次费 然后每一次都没有成功 每一次都没有收下来 甚至呢 一年结束之后 你发现自己比以前还要胖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这个方法没有办法一直坚持 你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你没法坚持姐妹 你怎么能见到结果 在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个姐妹 他常年都是一百二三十斤 一米六五的个儿 一百二三十斤 然后呢 他就是每天就是只吃个三百五百千卡 就整天的都还是不瘦 就经常问我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今天他就吃了什么 说我白天什么也没吃 晚上就吃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问你是天天这么吃吗 他说不是 有时候坚持不住 他就要去打吃一顿 吃的比平时多很多 然后现在导致对食物 不管是馒头还是什么东西 都没法控制量 吃超多 吃到自己撑的不行 然后可能在第三天第二天的时候 自己又醒了 又觉得自己应该捡肉肉了 又开始那样的操作 结果就导致自己眼底踏步 越来越肥 那以上就是我分析出来的两种人 两类人 所以说捡肉肉这件事情 也是需要科学一点的 怎么科学 你得吃你的三大营养素 碳水蛋白质脂肪 然后加上维生素 对不对 你得吃够啊 你得吃哪一个你都不能缺 那么碳水对人多重要啊 是不是 然后脂肪 那个对咱们女性的 这个来大营养 多重要啊 对不对 他们都是对我们的身体 起到一些好的作用的 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些 重要的营养素 你不能不吃 姐妹 科学一点营养的 去吃少摄入 但是你得吃够啊 就这么说吧 吃的对 吃的适合自己 你挨饿 必须得瘦 不可能不瘦 长期坚持住了 然后长期的有热量缺口 怎么可能不瘦 对不对 好了姐妹 以上就是我分析出来的两类人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看看自己是哪类 姐妹啊 有没有第三类啊 您帮我分析分析好不好 跟小伙伴们分析分析分享 好了姐妹 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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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